Hello,大家好,腾讯视频Dorky的小飞侠们,你们好,我是X9少年团的肖战 同为皇室中人,莫染和吉充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在塑造这二者形象时,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同为皇室中人,但是我觉得两个的性格首先就差很大 吉充是一个很放荡不羁,是一个小画牢一样的角色 莫染是一个没有什么话,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的一个闷葫芦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从性格上就已经分开了 从经历和绅士上差得更远 然后吉充是一个困不住的心,所以他选择了浪荡江湖 然后莫染呢,他是一个从小受家规受黄讯长大的 他是一个很有条框的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在演吉充的时候就是放飞自我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胡子也不刮,然后妆也很淡很淡 就是每天就是感觉自己要跟吉充融为一体 拉里拉遢的有一点点 然后拍莫染的时候其实就是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比较像 所以就是比较自然一点 可能就是拿捏起来,然后比较容易一点 会画画,会设计的你,最近还有空动鼻画画吗? 粉丝们都在期待你的作品哦 其实有,但是现在用笔很少了 现在都是用那个,我买了一个电容笔 然后会在屏幕上面画 现在用软件画的比较多 然后真正用手用笔去画的比较少一点 但是都有待坚持 对自己的莫染打多少分呢?为自己打个扣吧 莫染多少分啊? 我觉得还没有及格吧,莫染 因为我觉得时间有点太赶了 然后确实自己因为从上一个戏到这一个戏的过渡的时间太紧了 可以说是无缝连接 确实是自己在角色的转换上跟功课上还有待进步 所以我觉得没有及格 但是接近及格吧 可以录一个晚安于给小飞虾换我们吗 小飞虾一直在 嗯,就是有一点雞屁疙瘩 好,那我开始啊 夜深了,赶紧睡觉吧 不要再玩手机了 赶紧睡啦 不然黑眼圈要中咯 要变小熊猫咯 赶紧睡吧 晚安 同学这个问题我也很头痛 我也很想接现代剧,你知道沾头靘其实很辛苦的 每天都要起很早 然后我去年一年一年都在沾头套 沾到我头发 我都觉得我要脱发了 你知道吗 我也希望以后可以接到现代剧把 然后我觉得现代古装其实不去抗拒它 我觉得如果是好的剧本 我都可以考虑 以后最想挑战的一种角色 以后想挑战一个BT的XX杀手 我还是把XX两个字说出来了 B掉B掉 就是BT的杀手 平时爱党游戏呢 你最近都在玩什么游戏呢 有吃鸡吗 属于什么类型的玩家 神助攻还是神坑 我怎么在你们心中的形象就是爱玩游戏了呢 不是一个很文青的形象 好了 其实游戏平时有玩 因为我觉得可以解压 所以还挺好的 吃鸡最近有玩 然后玩的都是电脑版的 但是玩的也不多 所以现在技术属于在爬坑当中 希望自己早日可以出坑吧 小五吧 小五 在团队的群里面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表情包 各式各样的表情包 如果选一位帮你拍照 你会给谁 彤主岳吧 他好像拍的挺好的 和谁就能吃到一块 小五 小五 如果有一部戏 两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你会和谁想演情敌 情敌啊 不是跟老鼓演了吗 老鼓吧 我觉得没有分出高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分一个高下 如果和一位成员交换灵魂一天 你会想生 郭子凡 因为我想上学 也许多吃点